腳尖的敏捷性 在羽球場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接下來我將跟大家分享 五個加強腳尖敏捷性的基本訓練方法 開合跳腳步開合範圍不需過大 張開的寬度約為肩膀再加一個腳掌的距離 閉合時不需完全並攏 快速開合跳後輕鬆彈跳 快慢持續交替 轉寬訓練能運用在場上瞬間變換方向 腳尖及寬部的配合訓練 能讓你熟悉場上快速方向變換 接下來就可以將前面兩個訓練結合在一起 開合跳時腳尖與寬部轉向同一個方向 原地抬腿跑可同時訓練腳尖及大腿的力量 腳盡量抬到平行高度 並要求自己加快速度 小碎步強調的是小腿與腳掌的靈敏性 下半身呈現預備姿勢 膝蓋微彎 盡量避免全身過於僵硬 整組的訓練建議持續10到15分鐘 以上動作全部都快慢交替進行 加速時盡量挑戰自己的速度極限 放慢時則輕鬆跳躍調整呼吸及動作 提升腳尖敏捷度及瞬間方向變換 可讓你在場上的移位更隨心隨意